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怎么看这个事件 现在基本上已经可以肯定的不是个天然的事故 因为现在看来最初说爆炸有一处两处爆炸 现在看来有四处爆炸 并且不光是在北溪一号和北溪二号 刚刚建成这个新的也有爆炸 所以北溪二号虽然没有正式运营 它已经在实际运行的话 它里面似乎也有天然气 主要是甲烷 一号我们当然知道已经运行了很多年了 并且在几乎在同一个时间 一号二号同时有四次这样的爆炸 这绝对不是一个天然的或者事故性的自然上发生的事件 这一定是一个非常精心策划的这么一个爆炸事件 因为我们看从另外一点 有一个德国明镜的报纸媒体 他们称德国的安全当局 因为首先首当其冲最受害的就是德国 因为两个管道最后都是从俄罗斯把天然气送到德国 德国的安全当局认为天然气管道破坏相当于500公斤 TNT炸药爆炸 所以这个并还不是一件小小的一个爆炸 相当于500公斤的爆炸 并且同时有四处同时爆炸 这个绝对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精心策划的一个消息 并且它这个爆炸的地点 选择了在这个水下经济100米的地方 波罗的海这个比较深的地方 就是不是在最浅的地方 它就不是简简单单的要你就是把它炸断 或者是中断一下 它是让你彻底的就是说彻底的不能运作 现在看来这个因为这个海水已经进入了管道的内部 会造成腐蚀 然后呢在这个可能整个两条路线两条管道 可能基本上全部就要报废掉 报废掉你如果是重新再铺设的话呢 那又是一大笔投资 几百亿美元的投资 可能会花费好几年才能够重新完成 换句话说 这两条主要的给德国 意大利啊这些欧洲西欧国家提供天然气 这个呢会对这个 对欧洲的人去居民民众 造成那个极大的那个影响 极大的冲击 比如我们现在马上就进入十月份了 欧洲开始越来越冷 所以今年的那个 今年这个欧洲来取暖工业用的天然气 化工业用的天然气 居民的取暖 这些都会出现问题 所以这个 这个 它对着整个欧洲经济的那个冲击 会是非常非常大的 嗯 那您认为这是一个过滤事件吗 因为现在俄乌战争还在进行中 是是是 是固域事件 肯定是固域事件 就刚才我们看到就是说 因为你不可能 所以自然的爆炸 或者同时有四点 然后呢就是说 需要有这么大 那个超过 500公斤天天天炸药的这个 爆炸的那种破坏程度 那一定是有人在 有人的故意在做的 所以呢 这点是可以肯定的 所以说 当然全世界呢 现在都在猜测 是谁在干的 是吧 谁在干的呢 我首先就是说 在我看来这种 这种规模的爆炸 一定是这个 不是一种小贩 就是小小的小头小摸摸 这种搞破坏的人干的 就是一定是有这种 国家的力量在后面 或者是就是说 而这个有这种能力 制造这样的爆炸 这个国家的话呢 在全世界可能不会超过十个 我想这个 包括中国 美国 俄罗斯 法国 德国 英国 日本 以色列 这些可能都是 可能可以 有这个能力的 德国呢 有这些能力的国家 但是我们仔细看的话呢 我觉得这些非常诡异 在哪里呢 就是说 当然我们知道 这个爆炸呢 有些国家可能会受益 那谁会受益呢 你比方说 现在我们知道 这个人们马上就会想到 很多人会指责俄罗斯 对吧 俄罗斯受到指责 也有人指责这个美国 美国自己鼓道的 对吧 你在指责美国 指责俄罗斯的时候 对乌克兰来说 乌克兰可能会受益 对吧 还有一点呢 就在这个爆炸的这些当天 对吧 这个 还是前一天我忘了 就是说 从波兰到 从挪威到波兰 有个叫波罗的海管道 星期二开通 星期二开通 正好在这个 所以呢 你可以说这个 波兰会从中受益 挪威和波兰会从中受益 因为他们刚刚赶上了这个时机 乌克兰可能会受益 其他受益的国家呢 基本上我们看不出来 其他太多可以受益的国家 但是呢 受害的国家呢 那就很多很多 俄罗斯当然 因为这个俄乌战争嘛 又涉及到管道 俄罗斯也会被 认为是嫌疑 有爆炸的嫌疑 但这个呢 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俄罗斯几乎是不可能这样做 他也不需要这样做 他如果想切断 对德国这个天然气供应的话呢 他关掉这个阀门就可以了 他不需要去 费那么多劲 又制造这种爆炸 他现在还在这个俄乌战争之中 他有很多的事要做 他没有这个动机 也没有理由 对他来说 也没有什么益处 我觉得可以排除俄罗斯 有人说是因为美国 因为美国呢 美国总统拜登 正好被人翻出来 在之前呢 说过句话 就是如果 在这个俄乌战争之前 他说 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话 美国呢 会想办法 作为一种制裁俄罗斯的一个手段 他呢 会让北溪二号呢 终结 这个想说要终结 那记者在追问他 你怎么让这个北溪二号终结呢 这个拜登 支支吾吾的 没说出来 他说 反正就是我们有办法 他也没说什么办法 所以他说这个办法呢 当然他就是说那个 因为想终结 或者停止这个北溪二号 实际上打击俄罗斯 经济上打击俄罗斯 但是不能侵略 要入侵乌克兰 但是呢 如果拜登既然这样说的话 我相信他不会 不至于说 他自己再去鼓的 派美国军方人员 海军 海军陆战队去搞这个爆炸 这个应该是一种反人类罪了 这个他 拜登应该不敢 不至于 所以对美国的指责呢 其实也是 应该是不成立的 那其他呢 有人做了很多民调 有些英国人说是俄国人炸的 德国人有人说是俄国人炸的 北欧人说是被人破坏的 不知道谁 俄罗斯当然都说不是我干的 波兰呢 我们确实知道 波兰有一个副总理好像公开的 就是说感谢美国做了这件事 那这个我们也不能作为一个理由 就是说我想说的意思就是说 这世界上最有可能有这个能力实施这种爆炸的破坏的国家呢 不超过十个 是吧 但这十个国家呢 其实呢 有些有这个动机 是吧 但就像我刚才分析的几乎都是不可能的 我认为是这样 所以我自己认为啊 我认为呢 这是有这么一种力量 这种力量呢 可能是这个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力量 咱们比方说 叫做一种邪恶的黑暗的力量 这个力量呢 大到什么程度呢 大到就是说它可以动用的资源 超过很多国家 就是它可能有这么大的能力 超过很多国家 那它为什么这样做 因为这个波罗利海这个天然气管道一爆炸 你知道现在马上全世界 包括俄美之间都对立起来了 是吧 互相猜测 互相这个指控 俄罗斯也要调查 美国也要调查 欧盟也在调查 大家都在调查 都先找 但现在看来我想 我认为这个很可能永远调查不出来 原因就在于这个背后 在做这件事情的力量 我认为是一个超越了一个国家的能力的 就是一个 你可以说是个夸国性的 世界性的一个组织和机构 或者什么团体 他们的资源是那么大 才可以成功的策划这样的爆炸事件 也成功的让最后呢 不留什么痕迹 比起来让各国 它一个更大的目标 我认为就是邪恶的 黑暗势力的目标 让各国呢 陷入那个互相的指责 互相的敌对 甚至呢 世界大战 并且呢 由此要是如果引发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 甚至引发核战争的话呢 我觉得都是 都是不是不可能的 这是我的看法 嗯 那您认为这个事情和俄乌战争的关系 并不是十分大 可能是有些关系了 首先这个力量 我认为的 一定我相信俄 不会是乌克兰去做 乌克兰有可能 他有这个动机去做 他有可能受益 但他现在陷入战争 那他也没这个资源去做 那俄罗斯呢 当然也不可能去做 我不认为俄罗斯有这个可能性 所以 但是这个 这件事情呢 会加剧这个 在俄乌战争所引起来的紧张 就是 并且这个 这个时机呢 正好赶在这个 我们知道这个俄乌战争 一个新的阶段 就是乌克兰的四个州 四个共和国 从两个的顿巴斯的这个 鲁干斯克和大奈斯克 然后再加上赫尔松和 能扎波罗勒 这四个州 现在刚刚 举行公投 要加入俄罗斯 俄罗斯总统已经 普京已经 要接受 现在俄罗斯人在欢庆的 现在俄罗斯整个增加了 大概11万到1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还有600 应该是600多万的居民 还有这个乌克兰东部非常这个丰富的 油田气田金属矿产 出海的港口 还有一些大量的农田 黑土地上那个粮厂 国际粮厂的那种农田 然后呢 甚至这个俄罗斯甚至 获得了一个海洋 他把亚述海呢 变成了他自己的 自己的领海 自己的海洋 原来他是一个公海 现在变成了一个内陆的海洋 就是说他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时机选择的爆炸的时机 你要跟整个国际社会的 能源的危机 跟五国欧乌的战争 显然是联系在一起的 并且很容易这个爆炸 我认为 他会把这个矛头指向美国 也会指向俄罗斯 如果这个矛头同时指向这两个超级大国 又指向这些俄乌战争的交战国 因为这个俄乌战争实际上 说来算表面上是俄罗斯在跟乌克兰在打 实际上是俄罗斯在跟美国打 跟北约在打 因为都是美国和北约的那个武器 还有美国和北约的军事顾问 侦查情报 就是说这些通讯 这些高科技在支持他 所以我觉得这个力量实际上是一种反人类的力量 或者要毁灭人类的力量 这个团体 这个组织 这个机构 有相当大的能量 他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他的目的我认为就是为了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要毁灭人类 刚才您提到这个公投的那个就是 事件 就是我看有报导说 就是美国包括西方都不承认这个公投 是 那当然 对 他们肯定不会承认的 就像克里米亚一样不会承认的 但是你看到 这次的美国欧洲国家 他就说我们不承认 他们只提这四个州的事情 他已经没有提克里米亚的事情 注意到一点没有 克里米亚被俄国给吞并的话 跟现在这个敦巴斯一模一样的过程 是吧 这边有这个有战争有战乱 有这个俄国人和乌克兰人之间的争斗 然后呢有空投 然后呢有俄军介入 然后呢宣布独立 恢复俄罗斯 另外一样的过程 但是人们现在是整个世界实乎 已经把克里米亚给忘掉了 忘掉了 意思实际上他就是已经在慢慢接受 克里米亚军是俄罗斯的 我相信这四个州可能永远不会回到乌克兰 因为下一步呢 俄罗斯会把他四个州作为他自己的土地 他现在已经接纳 正式已经接纳了 在土地上呢 他要保卫他自己的土地 他会使用所有的武器 包括核武器 战术核武器 所以这个呢 实际上就是我认为已经没有 这个没有回头路了 比如说国际社会呢 当然不会承认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会忘记这件事情 会慢慢的接受这个现实 实际上我以前那个 在另外一个节目中 我谈到过这件事情 我认为乌克兰呢 实际上早早就应该谈判 那现在呢 他谈判的话 还可以谈判 那现在呢 他的东部和南部 被俄罗斯给占领 你知道他这个西部 叫Alviv这一团 现在居然有人在这个 散发那个 另外一个拱头 这个拱头 这个拱头是也要 这个Alviv 俄罗斯 乌克兰的西部 Alviv 拱头 独立 然后呢 加入波兰 所以这个呢 这个已经在进行之中了 实际上我更早的时候 也写过一篇文章 就是 就是说这个 乌克兰的这个前景 我把这个 我把这个 波兰介入乌克兰战争 波兰介入乌克兰战争 和当年的日本 居入侵中国的那个 东北满洲里 想象体评论 当时我就 当时就预计 我觉得这个 很可能会 乌克兰最后被分裂 是吧 东面南面 成为俄罗斯 西面呢 成为波兰的一部分 乌克兰只能保留中间 一小块的地方 这个事情很有可能发生 另外您刚才提到 就是说是 北溪天然气管道被爆炸 就是说这个 是反人类罪 您为什么这么认为呢 因为你 你这个就是说 你首先它是 它是等于让这个欧洲 几百万欧洲居民 现在马上就冬天就要来临 对吧 然后马上就面临着 就是说冻死的那种 这可能性 这个不是那个 我们不是在危言耸听的 在这件事之前我们也知道 这个能源价格在欧洲国家 已经上升了10倍 20倍 你想像比方像我们家 我们家这个房子的话呢 我大概每年 每个月的这个水费 电费加上美气的费用 大概就是200美元左右 那这个200美元 你说10倍就是2000美元 20倍就是4000美元 这个对于很多人他来说 他就负担不起 就负担不起了 这个欧洲的能源价格 就上升 这个家用的煤气啊 这个价格呢 他就上升家用还有商用的 上升10倍20倍 所以很多 法国 德国 德国 在意大利很多地方人民游行的时候 他直接把电燃器账单给烧掉了 他付不起了 他不付了 电燃器账单就烧掉了 如果这么烧掉不付的话呢 这些电燃器公司别人就垮台了 别人垮台 现在呢 现在好 那个时候就 就有这么大的问题了 对吧 所以 连德国 他原来把这个核电站 都给废除掉了 现在要重新启动 煤矿呢 开始重新挖煤 然后甚至上山砍树砍木材准备过冬 而且在这个时候 但是那个时候 那个北溪一号还是在运行的 现在把北溪一号给断了 就断了这个 欧洲好几个国家 好几大片国家 就是说这个 应该我们有数多人 我估计几百万人 甚至上千万人都可能的 整个这个冬天就很难过得去了 就会出现冻死人的情况 这个当然是一种反人类的水利 并且还不止这一点 我认为能够这个 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爆炸 破坏的人呢 他也有能力破坏其他的东西 所以呢 川普总统也提到这一点 我认为他说的是有道理的 就是说 这个集团也好 这个组织也好 他完全可能去破坏这个 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海底电缆 和光纜 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整个人类的互联网 大家依赖的互联网 不管是从金融也好 和讯息也好 都是通过互联网 当然卫星是一部分 大量的数据传输都是互联网 互联网通过的海底的光纜 这个大概全世界这个 主要是在北美和欧洲之间 还有北美和亚洲之间 澳洲之间 这就是 都是有大概有 总共大概有几十条 上百条港的光纜 就主要的光纜 这个光纜是很容易被破坏的 这个就是光纜 渔船啊 脱网渔船把这个光纜给破坏掉 主要 但是如果开始真的有人破坏的话 那这个 来引发这个世界的混乱 全世界的混乱 然后呢 让世界陷入战争 甚至陷入核战 那这绝对是一个反人类的罪 另外就是我看有报导也说就是 您刚才说到这个互联网这个 海底的这个光纜 可能会遭到攻击 那我看有报导说呢 就说是这种攻击 也会可能会 就说是 比如说欧洲这个其他的能源设施 也会受到这样的攻击 是啊 他这个 因为你是攻击了这个 比如说 比方说在攻击这个炼油厂 有些那一些这个 这些天然气的那个 压缩天然气的这些 那个工厂 企业 然后呢 还有这个粮食 粮食系统 我们知道现在在美国加拿大 有很多这种粮食企业 生产粮食企业 工厂企业都被这个攻击 很多被烧毁 所以这个社会确实 这个世界确实有很多人在 从我们的那个infrastructure 就是基础设施上 从粮食到能源上 在全面的攻击我们 我觉得这个事情 就非常非常严重 可能很快我想这个 背后的黑手啊 慢慢暴露出来的时候 我们可能全世界都会非常震惊 在美国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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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的未来